你再回忆了我舌頭 讓我在那裡一起唱 大家不要以為自己在看演唱會 以上的片段 是屯門公園每天都會發生的事情 如果你是附近的居民 你又會有些什麼感覺呢? 你現在可能想休息 睡晚一點 其實12點就開始來了 就基本上好像鬧鐘叫你醒來 很大聲的 你可以清楚聽到 可能整首歌聽不到 但你可以有副歌幾十幾句 你是聽得到的 你是知道什麼歌 所以是很困擾的 你如果在家裡做事 或者你自己想聽歌 做任何事情 都會被它影響不到 因為它是真的 你沒辦法拒絕 我就算關上槍開冷氣 我都聽到一些 非常差勁 如果你不明白什麼叫低俗 惡劣 吵 惡噪 你要去走一個圈 你明白我剛才說的名詞是什麼意思 是很恐怖的 本來西陽彩街 可能現在是第一個 是這樣淪陷了 接著又到這個屯門公園 我不知道接著下公園 會不會是元朗公園 或者九龍公園 但太多人不理 都會知道越來越差 我相信的情況 工黨聯同一班屯門居民 星期日在靜祖愛請願示威 不要赦責 下民主不要赦責 還我寧靜屯門公園 還我寧靜屯門公園 他們促請政府儘快向立法會提出修改遊樂場條例 賦予執法部門不明確的執法權力 並且要求康民署加強巡邏 和加大力度檢控屯門公園不自律的表現者 公共空間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 我們不反對有一些居民去表演的 但我們看到現在屯門公園的情況 就不是表演那麼簡單 有一些穿到很少衣服的女士 粗普通話大部分 絕大部分 接著唱完歌是有禮事收的 已經不是純粹一個唱歌自如那麼簡單的了 政府是要正視這些問題 而且不是一檔半檔 是二十幾三十檔 每一天都收到很多的居民去反映 我想休息想睡覺 小朋友想靜靜地溫習都做不到 當你在滋擾其他居民的時候 你就不要說我們侵害你的權利了 團體又向政府代表遞信 希望政府盡快回應有關訴求 令到吵吵的情況得到改善 還團門居民一個寧靜的居住環境 Live TV 記者 譚麗媒報導 Live TV 記者 譚麗媒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